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配型结果出来了 晚和 真的 接下来就等医院的处理结果 好 我会处理 谢谢你 谁的电话呀 听听 没事 妈 我想帮龙龙转院 儿童医院现在有床位 那这儿童白血病也比这儿好一些 你怎么看 你是医生 只要对龙龙好 怎么都行 妈听你的 那行 回去跟我宫伙说一声 三堂是女儿啊 看地裁就说好 老门 还好的吗 是不是 臭门 起研 我跟你说呀 这家饭店不得了 香土中国菜 巴蜀黑三娘 尤其这道菜 是他们的镇垫之菜 这什么呀 龙虾呀 你不会没吃过吧 这么小也叫龙虾呀 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 我们地球人都知道 它叫龙虾 这东西呢 上海话叫龙虎 陕西话叫龙虾 河南话呢叫龙虾 北京换的叫马小辣辣姑 当然了 跟你平常吃的一些 澳洲大龙虾比 它能叫虾米了 主任您真的太幽默了 不过我真的 第一次吃这个东西 你这么惨啊 我妈呢 我小的时候 妈妈就不在了 还有我爸 他就是个工作袍 虽然呢 他给我很多钱 无缺有吃 也不出有穿 但其实我想要的 就是一种关心和人气 就像在这儿啊 你看 好多人啊 多热闹 我洗那些大馆子的 什么高级饭店 要强多了 其实啊 老天爷是公平的 就拿你的家事来说吧 会让很多人羡慕我 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虽然呢 我是不缺钱 但其实我想要的 就是普通家庭那种温暖 但是我从来都没感受 好 好了 不说我了 主任 我得好好谢谢您 谢谢您呢 继续帮我留在设备部 我知道 您肯定等到很大的压力 谢谢您 主任 喝 来 子轩啊 你呢 只有不断地努力 干出的成绩来 让大家看到你的实力 这样他们才不会说强话吗 好 吃菜 喂 爸 龙龙要转院 你听婉婷的安排吧 我刚到这边 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我估计过两天才能回去 嗯 你跟妈保重身体啊 好 再见 怎么了 大龙要转院啊 主任 你有没有想过 再生一个小孩 然后呢 用他的期待学 可以救大龙的生命 人家电视剧上不都这么压力吗 这 现实生活啊 可不是电视剧 来 吃吧 嗯 你知道怎么吃吗 我教你啊 这个东西呢 英语叫收套 戴上去 一拨就可以了 洗衣服呀 要去卫生间洗的 你 哎呀 你怎么可以把内裤和袜子在一起洗呢 怎么了 这两个东西不能搅在一起的 这样很不卫生的 说你什么意思 你嫌我脏啊 我不是嫌你脏 我是说你这种生活习惯不好 你想想 龙龙现在很虚弱 他没有抵抗力 万一有什么细菌传上去 对孩子的健康 是很不好啊 哎 你说这个我早想到了 嗯 没事我喜欢再给他消毒上 龙龙姓田 是我们田家的命根 我的亲孙 我想他比你周到你抱歉吧 啊 你该干啥干啥去 龙龙是姓田 但是他是我从小带大的 我比你付出的很多 这话以后还是不要这样说 哎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按你们说这个城里的教育 比那个 比我们那儿好 孩子必须得跟父母在一起 对不对 哎 现在弄了你付出的多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你怎么这么理解 别人说话的意思 你这不是有点要挑事的吗 不是什么叫挑事 我这也跟我说清楚了呀 我洗衣服怎么了我 行啊你 田家伯啊 你看 我老伴他 他他就是散门大 说话就跟吵架一样 你别往心里去 好 好像是要跟他吵架似的 我只是说这 算了算了 你们随便 随便好了 一会儿帮你收拾干净啊 好 随便 当然了这是我儿子家 你要这么闹啊 等于被人赶死了 你们看 看墙上好漂亮啊 好多土啊 龙龙 妈妈跟你们说 这里就是儿童医院 里面好多小福 可以跟龙龙玩的 龙龙 龙龙 你怎么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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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知道 龙龙 听妈妈说 你呢 很快就能出院了 到时候就能回家了 是吧外婆 对 是的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啊 你不信妈妈说啊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便 不便 严主任 幸会啊 你们研究所 可是名声在外 这次能跟你们合作 真是荣幸 赵先生真是太客气了 你们能够在危难时刻 提供我们所需的设备 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 缘分 都是缘分 这也多亏了李子轩小姐的父亲 李涵玉先生的牵线大桥啊 赵先生 您太客气了 快给我们主任介绍一下吧 好好好 这是我们流水线的详细图字 德国原装进口 而且终身保修 是现在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不错不错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东西没问题 不知道价格您怎么看啊 田主任 这样吧 咱们呢 一来是初次合作 二来嘛 您又是李涵玉先生介绍 三来 你田主任 不愿万里 亲自来谈判 我现在决定 在原来的技术上 再降降百分之五 你觉得怎么样 哎哟 赵先生真是太豪爽了 跟您这样的人谈生意啊 真是痛快 晚上我要好好敬祝一几杯啊 哎子轩 一会儿请赶快去定座 好 哎 不急 为了 让我们过一回能好好地喝酒 不如现在就把合同给签了 这样就万无一失无后顾之忧啊 您看 哈哈 好 那个合同和工章 都在我房间 你帮我去拿一下吧 哎好 哎 快点 老赵 您真是太痛快了 哈哈 点疯啊 快点 来吧 龙龙好勇敢 不疼了啊 乖乖 妈 爸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我们在家也待不住 还不如过来陪陪龙龙 龙龙是吧 啊 那行 陪龙龙我去交费 楼下去有费还能交呢 哎 你吃了再去吧 我回来再吃 对吧 好好好 哎呀乖乖 哎 老伴啊 拿机子给家伟打个电话 跟他说说这边情况 是吧 龙龙也想跌了吧 电话通了 爸爸说话 哎 等着 哎 喂 哎 喂 哎 怎么没人接啊 把机子丢啊 等着啊 这上面有个酒店电话 哎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哎 主任 我蘸点咖啡 我 给我一会擦一下 哎 来 喂 你好 喂 哎 是 802房间吗 是啊 哦 我找那个田家伟 哦 他在洗手间里边呢 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达一下 哦 哎 好 那我一会儿打过来啊 嗯 不是 怎么了 家伟不在啊 不是 不在 你这 这个表情 你这 哎 没事 啊 服务员说那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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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让我一会儿再打 哦 哎 哎 老板啊 嗯 我告诉你 我今儿 给 家伟房里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娃 而且这个女娃 对我们家伟还挺熟 不 这有什么呀 什么有什么 你也不想想 最近家伟老是和她欺负吵架 那天说 是她在研究所加班 给我们俩打了电话之后 她压根就没给婉婷打招过 你知道不 而且这些天不回来住 哎 我都要问你了 家伟这些天不回来住 那婉婷她在你面前就没问问 家伟的事 我发现啊 她们俩最近根本就没有联系过 不是她们俩感情一直是挺好的 你没发现啊 这段时间 那家伟对大陆冷不冷热不热的 你说这娃马上要动手术了 当天的哪有不回来的道理 什么事比儿子更重要啊 我就发现 自从你怀疑婉婷跟江浩的关系 那我们儿子就就就变了个人事了 她原来是这样吗 所以啊 我想 你那些话 是不是让我们儿子走心呢 我跟儿子只说了一遍 你呢 你呢 行了 把电话给我 我给儿子打电话 给我 喂 老爸 爸 你想哪儿去了 她是我同事 下午那会儿呢 我跟客户的谈判 合同呢放在房间里头了 她来帮我取 正好衬衣不小心被咖啡弄脏 我来擦衬衣 爸 你怎么连你儿子都不相信了 我是那种人吗 我可能过两天才能回去吧 你跟妈保重 我看你儿子 在家里面 我还没回忆 我还没回忆 我 Environm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都是隆隆的衣服 这就是你所谓的消毒吗 这是我做饭的锅 对呀 是做饭的锅呀 这都是我孙子隆隆的 裤子呀 衣服呀 裤柴呀 袜子呀 我都是为了他好啊 家伟妈妈 你能不能在生活上 稍微尊重我一下 怎么了 李宗盛 怎么了 清晓梦 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 我怎么就不尊重你呀 反倒是你呀 一会儿是嫌我这样 一会儿是嫌我那呀 你以为我愿意住你家呀 更不是赖着不走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 为了我们田家的孙子 要不然我就不会在这儿忍气吞声的我 你以为忍气吞声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怎么了 你也是 你真是的 不是 亲姐 老伴你 你们一人少说一句不就好了吗 那 要不亲家伟这样 等家伟回来 我让家伟重新买个新果好不好 不要给我听家伟 你用嫌我笼笼什么脏 现在倒好的又说上我儿子了 你那么高高在上 你当初你那高贵的女儿 就别嫁我儿子 是你女儿嫁不出去才找到我儿子 我当初啊 要不是看你儿子老实本分 我怎么会把我女儿嫁给他 我要早知道 还有你这么样一个妈 看来这婚姻啊 真的是门当户对才对 你现在承认了吗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天家人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理论了 我宁愿跟一个文败人打一架 也不会跟你这种糊涂人吵架 不 你 你 你什么意思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喂 婷婷啊 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好好好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哎呀 老伴儿啊 秦家母 施和荣的骨髓找着了 啊 什么 找着了 哎呀太好了 老伴儿 你还认识干什么 赶紧给我去医院哪 哎呀好了来了 哎呀 经过解释 公税者和受税者之间的媒体 也就是白西高抗炎 不可 他可以给丁大龙捐赠破碎 哎呀哎 哎呀 我叔叔有救了是吧大夫 也谢谢你了 奸证者是谁呀 是啊 大夫 你得告诉我们他是谁 我们一定要请他吃饭是吧 我们要好好谢谢人家 哎呀 这个奸证者要求匿名 大写就免来吧 我们怎么也得感谢人家对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得尊重他的意见 你就别再问了 奇怪 而他怎么还不愿意露面了呢 雷锋做好事也不留你 这叫境界 什么来说 那娃的手术什么时候可以做呀 你们签了同意书 交费用就行了 大概有多少钱啊 大概 几十万吧 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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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的问题你先别急 妈哪怕有十几万 已经拿去用了 不用了吗 我里有好的同学 关系还不错 我可以找他们借了 你看你这孩子 妈知道你从小就独立了 可是你别忘了 妈才是你最亲的你 你别想那么多 容论病你最重要 妈 我公会也是这么说 说要回老家 把存着你的钱都取了 这怎么成 妈 你也是 但是 我也给你借了两次钱了 你看你看 有了自己的小日子 跟妈妈也分那么亲了 不是啊 妈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还不是心疼你 您挣的钱多不容易啊 所以 骆妈 你是不是跟我婆婆闹不愉快啊 不是我跟她闹不愉快 你不知道她 好了 好了 我先不跟你添这个毒 怎么说呢 我跟她就不是一路人 我们 我们过不到一块儿去 妈 我知道 不过家伟现在出差 万一他们两个不高兴 跟上回一样闹个离家出走 你说我们俩要上岛去找 是啊 是啊 你说我那个公容婆婆 就这脾气我也明白 更何况他们都不是坏人 我没有说他们是坏人 但是你要知道 这好人跟好人聚到一起 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呀 行了 行了 现在啊 能问的病最重要 好了啊 跟孩子去 我三二 我三二 老伯儿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咱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卖房 你没听大夫说吗 要治好龙龙龙病 得花几十万呢 你说咱那点存款 全拿出来也不够 那咱们住哪儿啊你去 是啊 可是咱也不能老住在 那个青江湖那儿是吧 拥肖子 树姆毕竟是咱那儿亲孙子 咱也不能看着不管的 要不我孙 你给佳薇打个电话 问问他啥意思 儿子肯定不同意 别琢磨这事 我有问 一个小孩灒花一 你胎二 我胎二 两个小孩肚团 恭喜妈妈 谢谢 谢谢你 董事 老龙 嗯 老龙 玩多高兴啊 你好 看着孩子们 真的是让人揪心 你们家大龙妈都已经够幸运了 能这么快就找到骨髓 真的让人太羡慕了 安琪妈妈 你不要放弃希望 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是啊 她现在的情报特别的不好 我怕她等不到 只要能救这个孩子 哪怕让我付出再多的代价 我都愿意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可是不行 我就不要了 我明白 我也是当妈的 我能理解那个心情 她要欣赏 好好 妈 我下周一可能回不来 你好好照顾大龙 你给她多煲点汤 不 是 我知道你最近 不是 你怎么就这么忙呢 龙龙是你亲儿子对不对啊 这家里有好多事 我跟你爸 你应该要跟你商量商 对不对啊 行 我知道了 你工作忙 行 我回来跟你媳妇啊 跟你丈母娘说说 行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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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了啊 忙着她 真是爱岗敬业啊 是 大禹治水 三国家门而不入 家伟呢 工作第一 孩子是第二 哎呀 他儿子的健康 哪抵得住他工作 谈判重要 我真应该给他写风表扬气 表扬表扬他 他应该得一个 武艺劳动奖章啊 我妈 你这什么意思 你是在夸我儿子 是骂我儿子 你什么意思跟我说清楚了 饭凉了 外婆给你喂饭去啊 不 我 龙龙 给奶奶玩啊 我去看看 我跟你说 你这外婆呀 真是 你心眼儿子太小了 我跟你说 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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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萱 来 我去当个技术剑子 满意 我满意 我满意啊 好 好 随便 随便 子萱啊 哎 你妈 多问我子萱 你多向她请教一下 啊 你也有毛病 很好心啊 没事 你忙 不好意思 我借一下 喂 您好 呃 喂 呃 请问家伟在吗 啊 你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您先转达一下 她去洗手间了 没关系 我一会儿再打 谢谢啊 妈妈 嗯 我想安琪了 我想去和安琪一起玩 龙龙乖 现在不行 你先要做鼓碎移植 医生说 龙龙要乖乖躺在床上 哪都不能去 怕感染了 你乖乖啊 我说我想去和安琪一起玩 要不这样吧 等龙龙好了 我们找一天 带一起到我们家玩 玩一整天 好吗 做完火碎一只 真的会好吗 会好的 龙龙一定会好的 小心妈妈 嗯 龙龙 乖 快睡 快休息 奥气机电 ZX-7400S 九胎 你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嗯 差不多了 哎呀 明天我们可以 打到回府了 这么快就回去了 我还意犹未尽呢 跟您在一起工作 我都学到好多东西了 是吗 嗯 喂 家伟 在忙吗 是啊 什么事情 是这样 是这样 龙龙的骨髓 配型成功了 过两天 就得动手术了 太好了 替我谢谢张晨张 张伟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不过 龙龙像要动手术 我希望我们俩在他面前 还是跟以前一样 维持那个氛围 维持那个氛围 可以吗 我明白 我一定不会让龙龙觉得 我们俩 发生什么事情 哦 还有 明天我就回来了 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那就好 那就好 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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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最近打给你 你没接 是你还接的 是你同事吗 是 怎么了 不知道您 这么久都没有和我电话 所以我问问 我跟客户谈判 后来陪他去吃饭 已经很晚了 所以就 知道了 你最近忙 少喝点酒啊 你刚才接过我电话是吗 是啊 您去卫生间了 电话一直响 不怕有什么急事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接您电话 小子他不高兴啊 是啊 我 我不知道 是嫂子来的电话 我以为有什么急事 嗯 没事 那 您是在担心大龙的事情 是啊 其实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虽然是 我们这次合同谈得很顺利 但平时都没看您笑过 不过这事要是换成我的话 我也笑不出来 只不过主任 我觉得 您应该多给家里打打电话 看您出来这么久了 总没给儿子打过一个电话 我知道 我也理解 您也是有心事 担心儿子 想要躲避 但是 嫂子也许会误会呢 子萱啊 谢谢啊 说得不早了 先回房间吧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办 主任 我觉得呢 越是在这种时间 您应该跟嫂子 要相互理解 相互关心 要是在这个时候 你们大人都倒下了 那孩子可怎么办 那我先回去了 好 主任 这几天跟您出差 我特别的高兴 学到了好多的东西 我也希望 以后呢 能给你做一个好朋友 这样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说 即使我帮不上什么忙呢 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好 爸 你都是说话呀 你看人家今天专门来接你 你还不高兴啊 真是热脸贴你的冷屁股 看看 给我捅那么大的娄子 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捅什么娄子了 我替我妈讨公道 我哪做错了 论你啊 别说了 好了 不是 有话就直说呗 别到时候憋出毛病 再怨我啊 晚上跟爸爸回家吗 我要回家陪老公的 不像某些人 从来都不陪自己的病妻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幸亏没嫁给这样的男人 不然呢 哭都没眼泪 我怎么没有责任感 一听说你们这边出事 马上订机票飞回国 跟你妈妈解释 把工作都丢一边了 还叫没责任感啊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高兴啊 爸 你就别生落你的气了 她不懂事 我怎么不懂事了 你那天还说支持我呢 今天就说我不懂事 枪头草 随风倒 江浩 看看我这女孩 被我灌成什么样子 谁说的她刺身 爸 没事的 她经常用这种语气跟我说的 我习惯了 是 你呀 要有人江浩一半懂事就好了 是 李隽 你是不是误解我和韩佳佳了 我们这么多年夫妻 有什么话就敞开说吧 你就不能说一句话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就知道你误会了 韩佳佳 和咱家的洛泥差不多大 从小父母就不管她了 挺可怜的 我很同情她 加上她聪明好学 人又善良 我对她挺放心的 真没想到 居然让她 产生了误解 你 这么说 是人家的一厢情愿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她就是但相思 我真的对她没什么 更谈不上 背叛你 那她为什么 会在你离开的时候 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不就是为了想 会一会我吗 想分一分高低 是的 你多成功啊 你很成功 我也很能理解 像你这样的成功人士 在家里头 有我这么一个 有我这么一个像摆设的人 你心里会有多委屈 我有时候 你会想 你在外面是不是 还会有别的女人 你就不能做到 不让我知道吗 如果我在外面 真的有女人 我自然会做得让你不知道 可是我压根就没有 你让我怎么做 是不是让我把秘书 助理全都换成男的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我在疑神疑鬼 至少也是普风卓影 好了 是我 给你的时间太少 让你胡思乱想了 不对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甚至可以 成全你 如果你 真的觉得她很好 我可以把你 让给她 让给她 你把我当成一个足球 一个商品 一个什么东西 要你们让人让去吗 我压根就没想过跟她好 更别说成全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一个男人 一个有时候会偷心的男人 好 我承认我有错 我错就错在 当她向我表白后 第一时间里没有及时地开掉她 她的工作能力很强 我交代的事情 她总能办得很完美 她完美 她当然是完美 她肯定是完美的 至少她可以自由地行走 她还可以帮你打理事业 不像我 我成天 就只能坐在这把椅子上 我甚至连自己 最基本的生活 我都不能自理 可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了我 你对我的好 我从没有忘记 这些年我对你 也从没有过二些年 可是你对我始终不信任 你时时刻刻提醒我过去的事 不就是为了让我对你感恩吗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是不是要我把公司里漂亮的女职员 全都解雇吗 是的 我会很放心 你会舍得吗 我舍得 如果能换来你对我的信任 我舍得 你会留在一起 你也会不想要去 那我帮你做些事 你也会过去的 我还不想要去 我杜菲 行吗 我还可以 我都不想要去 我这个跟我上班 我上班 还要去 去吧 这龙老师怎么了 发烧了 烧到三十八度五 现在点下降温了 怎么 怎么发烧呢 怎么突然发烧呢 这不是 这怎么了这是 医生怎么说啊 会不会耽误手术啊 是耽误了 现在做不了手术 等到降温了才能做手术 要不然怕感染 那什么时候能够退烧啊 不知道 现在什么方法都是了 就等着吧 不是 你这干什么呢 你们在这儿待着 你说你 妈 妈 白血病的小孩 很容易发烧的 再怎么照顾都一样的 不是 全是你爱吃的 好吃吗 我拿果汁给你啊 喂 龙龙退烧了 明天就可以做移植了 我知道了 好 拜拜 给 kaldu电话 好 领导 我要去杭州出差 等一下就走了 来 吃吧 别这样嘛 来 你这次去几天呀 三天啊 那你可别忘了想我 我哪敢了 我会每分每秒都惦念着你 我对你的思念 就好像我现在 呼吸的空气一样 已经成为 我生命的必须品 好吧 就算是假话 我也爱听 要不跟你一块去吧 不行 我这是工作嘛 那你工作的时候 我就自个儿转转呗 就当短途旅行了 咱们刚结婚那会儿 你又忙着写毕约论文 又忙着联系医院 这大半年都过去了 还没带人家去都蜜月呢 老婆 就委屈你了 你要去哪里都蜜月 我想去希腊 不过现在看来只能去杭州了 那不行 蜜月一生只有一次 像爱情一样不能打折的 这样吧 等我休完年假之后 我们一起去希腊 哎呀 乖了 老公这一次真的不能带你去啊 嗯 嗯 那半年之内带我去希腊 没问题啊 这样吧 等我休完年假之后 我们一起去希腊 嗯 哎呀 乖了 老公这一次真的不能带你去啊 嗯 嗯 那半年之内带我去希腊 没问题啊 拉钩 这看 好像小孩一样 你真是的 我不在啊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 我帮你修饰东西 啊 睡衣还没拿 哦 起来 进来 坐吧 准备怎么样了 检查都做过了 一切准备就须 明天早上就可以踢去乎髓 谢谢您 你说得对 救死扶伤 是我们做医生的天职 就算是一个陌生女 我也会把骨髓捐给她 更何况是大人 张浩 说真的 真的很谢谢您 愿意为龙龙做的一切 我知道因为这些事情 遭受你很多困扰 我欠你一辈子 所以 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别说了 婉婷 我不要你欠我一辈子 关了这个坎安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放下 忘记 从头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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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飞机会晚点这么久 还不如坐火车呢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医院吧 不用了 你先送我去医院 然后你直接回家吧 大夫 文龙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一会我们就会把她带到无尽病房 谢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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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爸 妈 我回来了 怎么样 手术顺利的 都挺顺利的 来 现在就坐着手吧 帮忙你任务 我都聋了 还得在里面试着两分间 爸妈 都挺顺利的 都挺顺利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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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晚点了 他也穿这么快做法做 你也休息吧 只要可以辛苦你了 没事 爸 妈 你们还没有吃饭吗 我去给你们买点 我给你们去吧 算了 你陪他们 妈 我就给你买点吃就好了 不是 这这三千 宝贝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嗯 挺好的 我还梦到你了呢 梦见我什么 梦见跟你亲戚呀 老公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如果一起顺利 明天就能回来了 好吧 你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去机场接你 然后一起去我妈那儿吃饭 不用了你 可别来 我们在家里碰面吧 干嘛啊 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 同行要几个人呢 医院要派车来接我们的 我不想搞得太特殊化 老公 明天中午在家里等我 好吧 那你时间定下来 给我打电话啊 拜拜 儿子 儿子 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啊 上次医生把我们叫到医院 说给龙龙做那个什么骨髓移植 说还要花五六十万呢 我也一直在琢磨 我估计啊 你跟婷婷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跟你妈商量 打算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卖房 不行 不行 爸 妈 这事我绝对不同意 不是 这 儿子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把龙龙的病给治好啊 还有这么大的缺口 你丈母娘有钱吗 她能有那么多吗 再说了 如果我们田家什么都不出 那别人会怎么想 龙龙毕竟姓田 他是田家的孙子 爸 这事 我就是出去借钱了 我也不会让你跟妈 把他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儿子没本事 让你二老没过上好日子 你说这次 为了我 你得把房子给卖了 我还是人吗 你不在乎 我没有人的 我没有人的 我没人的 我都没仅 你才问我 你自己这样 你童鱼 你让你 想借了 我 你自己去匆 East 你 我都去这种 刚才我爸妈跟我说 他们想把老家的房子买了 给了弄交助援费 爸妈把房子卖了 那怎么成 那他们住哪 要是真把房子给卖了 我 我良心会过意不去 家伟 我不想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那怎么办呢 现在还缠那么多钱 我已经在想办法 我在问我朋友 或者 在跟妈开口 总之 不能让爸妈外卖房子 如果万一有一天 你妈知道 知道龙龙 知道龙龙不是他们的亲孙子 他们会对你 不依不饶是吗 江伟 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 这几天 我一直等着你打给我 我都没打 我想给你解释 行了 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提了 每次提到这件事 我心里头都很难受 我们现在不说这件事情好吗 现在锦衍关头是龙龙的病 我会和你一起想办法 我是你老公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龙龙是我儿子 他永远都是我儿子 这个做父亲的 这都是应该做的 夏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早应该跟你说了 可是 这些年我过得也不好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跟你解释的 行了 好 早点休息 明天要去医院 我 快点休息 爸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你妈呀 就想着龙龙 一夜都没睡呀 她半夜起来 就给你们打扫卫生 然后把饭也给你们做好了 赶紧吃饭 吃完饭我快上医院 来 久不见了 涼大 你不要够了 继续 我离开 ! 你这样可吃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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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你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去机场接你 然后一起去我们还能吃饭 不用了你 可别来啊 我们在家里帮你吧 你这样怎么接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老伴 往哪儿去呢 来个电话 儿子 我不是你儿子 我找李婉婷 找婉婷啊 都去医院了 田大龙 还在住院吗 可不骂 哎呀 我们家大龙啊 命可真好 哎 转单儿童院 就碰上那个叫什么 对 昨天就把狗狗也坏了 不 你谁呀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别碰我 你明明就是捐骨损 你为什么骗我说你出这儿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骗我 你回家再见了 我就要在这儿说 我就要在这儿说 放开我 放开我 江浩没你这样呢 私生子都这么大了 你一个字都没提过 我可以原谅你婚间谈过恋爱 但是你现在跟我弄出一个儿子来 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李婉婷 任何关系都没有啊 我跟她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上过床 连手都没有摸过 哪里来的孩子 对 我是追过她 但她拒绝了吗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拒绝 只是 我觉得很丢人很没有面子 所以之前我才没有说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打给我的同学问一下 任何一个都可以 他们谁都知道 不是你儿子 你干嘛要去捐骨髓 还听我说出差 你身份证都没有拿 我打电话到你们医院 说你根本就没有出差这事 我去捐骨髓 是出于人道主义 我跟我的同学一块去配型 巧了 我们吻合了 我能借死不救吗 换做任何没有关系的陌生人 我也会这样做啊 江浩你假不假 陌生人之间的骨髓匹配概率 有多得你最清楚 这么巧的事 就让你跟田大龙给赶上了 你俩比父子还有缘呢 是 我洛妮虽然不是医生 但是我不傻 真话假话我听得出来 这是千真万确 你自己想想 他跟田家伟结婚三年后 才有了大龙 那个时候我在哪里啊 我在国外读书 我能隔着太平洋跟他上床 生孩子吗 可以吗 好 你跟他没关系是吧 是我多疑 我找事行了吧 那我现在就去问他 看他说的跟你一样不一样 你不能去 你少碰我 既然没错 你干嘛又心虚 人家结婚了 公公婆婆也在 你能不能为人家想一下 那你怎么不替我想想啊 看来你心疼他还是比我多了 我心疼他什么 你别再无中生有了好不好 压根没有的事 被你讲得有鼻子有眼的 如果因为这事 他家散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若你 我真的看不惯你这样 你看不惯我 我还不相信你呢 江浩我告诉你 如果不把DNA的报告 摆在我面前 我绝对不相信这事是巧合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了 你大学辩论会不是得了第一名吗 你告诉我 有什么能比DNA更靠谱的 如果你还在乎我的感受 那你就去找他 跟他要一根田大龙的头发 用事实来说话 这个事实是奇数 你老婆 你老婆 一想到你 一想到你 终于我的意思 你老婆 我老婆 是想到你 是想到你 你老婆 就实际上 你可真会说话呀 合着我不相信都是我的错 如果咱们俩因为这事离婚了 也只能怪我咄咄逼人 没有爱心是吧 这李婉婷跟你要骨髓就行 我要根头发都不行 她凭什么呀 洛妮 你开开门 让妈妈进去 你这孩子 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吗 我们帮着你解决 开开门 我这儿又不用压制 不能 她这臭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听见了没有让妈妈进去 万一在里边出事呢 能出什么事 让妈妈进来 跟你说话话好吗 又回江浩吵架了 别给我提她 提她我就腐败了 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啊 早上不是电话里都说得好好的吗 说一起要回来吃饭 我打电话问问她们 你要我给她打电话 我现在就走 看看你洛妮 你怎么就这么坏的脾气呢 算了 让刘嫂 把饭送进来吧 我们两个在你屋里吃东西 我没胃口 我饿了 你总不接着不让我吃东西吧 那我去洗把脸 咱们出去吃吧 洛妮呢 在她自己房间里打游戏 今天是怎么回事 肯定又扯江浩吵架了呗 你这女儿啊 一点亏都不肯吃 都是让你给管的 正因为是我的女儿 才这么骄纵呢 是啊 你骄纵 从小就骄纵 所以弄得她是这个脾气 小时候你对她就是 捧手里怕摔了 含嘴里怕化了 你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人家对方受得了吗 江浩也是独子 虽说是比她大不少 愿意让她 可人家也是妈妈 这么从小宝贝着长大的 她老这样 人家受得了吗 这样吧 明天你给江浩去个电话 请她到咱家来吃个饭 我们宝贝女儿闹情绪 跑回娘家了 得给她找个台阶下呀 哎呀 你这么想的是不错 可是若你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就担心 到时候人江浩一来 她又把人赶走 你说怎么收场啊 算了 这两天 让他们两个 自己冷静冷静 嗯 好 也是我心里的 这都留给孩子们了 好了 你快慢点啊 爸 爸 你看 你跟妈今天怎么不起这么早啊 今天不是我们容容出无菌病房吗 我给你妈一夜没睡着啊 我们五点就开始做饭了 儿子你看 今天我们做的可都是容容爱吃的菜 爸 那你跟妈就基本没怎么睡啊 哎 一夜 妈 你看 呀 你的腰病就犯了 你就别去了啊 哎呀 没事 都疼了一辈子没事 对 我把那个饭菜都放在那个桌上 你看 你听着吃着赶紧吃啊 我去送饭去 来来来来 老爸我给你一块 爸 妈 妈 你们听我说啊 今天你们谁都别去送了 我去送了 好不好 哎呀 你一样就在家吃饭 我看见咱们 不是 妈 你说你被腰病了 我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吗 我听说吃饭 嗯 我听说吃饭 老伯儿 来慢一点 哎呦 拿鞋 别扯了 我拿过下 我也拿过下 我来一下 来来来来 没事 我来来来 你这两年的工资 是 所长 你知道 我儿子得的那个病 实在是太花钱了 现在家里头 都快被掏空了 我父母也给了一些钱 可还是不够用 尤其是孩子现在用的那些抗排疫的药 实在是太贵了 医院还天天催着交费 我父母也给了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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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没办法了 我父母都快卖房子了 所长 我在咱们所里工作这么多年了 工作能力 工作表现 大家都是与我们共度的 您看能不能 提前预支我两年的工资 我可以给咱们所里 先签个协议书 保证五年之内不跳槽 这个事情所里以前没有过呀 但是我很理解你 这样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马上给你答复 那我等你的消息 那天你跟我说 我就把家里存质上的钱都取出来了 你先拿着用吧 杨姐 真的谢谢你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 不用啦 我相信你 谢谢 我会尽快还你钱的 怎么那么客气 应该的 姜主任 谢谢你 谢谢 打欠条 下去吧 谢谢 谢谢 所长 您来 您好 这是您要的资料 那么快 这个 所长 这是主任打的报告吗 是 她想提前预支两年的工资 叔叔 我可以看下吗 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还有什么事不能啊 看呗 以后在所里 还得叫我所长啊 好 所长 那大家就跟老师 事情就是这样子 那个孩子 今年才五岁 刚刚做完骨髓移植 很成功 但是呢 就差那么一点点的医药费 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肯定会帮 我犯不上拿这事来骗您吧 就为了骗您那几万块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您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不是真不想帮忙的话 您就直说 何必绕这个弯子呢 再说了 您也不能怀疑我的心啊 现在做个好人好事可真难 干不得太容易了 不是 子雪 爸爸相信你 我明天就把钱送到老赵那儿 你早知道就完了嘛 何必伤害我们俩的感情呢 你呀 怎么样 总共是八万 如果锁里能够批准我的要求 估计差不多 那锁里会批吗 我知道 要不这样 明天我找同事 一个一个地借 我就不信你借不到钱 你最近瘦了 都没吃好啊 家伟 谢谢你 听听 妈 怎么办有事 妈 我 你看你这个孩子 在妈妈这儿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妈 我想了很久 才硬着头皮 再来给你开口的 实际上 我跟家伟的钱 不够用 凑了半天 还差个几十万 家伟也跟宿张打了报告 说要预支两年的工资 但你也知道 家伟工作的单位 是不可能的 前两天我公婆来找我们 说要把现身的房子给卖了 我跟家伟都没同意 妈 你也知道 我婆那个人 就恨不得把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 我们怎么能答应呢 所以 妈 我只是想来问问你 手头 还方不方便 妈妈的存折上 肯定是没钱了 但是 但是咱们还有这套房子 自打我知道 咱们有合适的这个骨髓了 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 只是没有拿定主意 婷婷 找个中介 把咱家的房子卖了吧 不行 怎么能把房子给卖了呢 妈 我们已经欠你够多了 绝对不能这么做 那这样吧 我只是来问问 如果可以能借我点钱 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自己去想办法 你看 你看你这个孩子 你急什么呀 你坐下 你坐下 你听妈把话说完呢 卖房子这件事情 妈妈真的是想了很久 你说要卖房子 那只能是卖咱们家的房子 咱们家的房子 地理位置又好 而且武中有权 你找个中介 很快就能出手 你让陈平卖了房子 他住哪儿 住咱们家来 那不是让妈妈的老命吗 婷婷 妈也向你表个态 为了龙龙 你让妈倾家淡产 妈也不会有怨言的 把房子卖了吧 卖了房子 我们可以给孩子 凑够第一笔钱 第二 我也听大夫说了 换完骨髓 还要经过抗排液 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 抗排液的过程也不一样 大夫说 抗排液的钱 很有可能 要比换骨髓的钱还要多 所以我们应该做手 两手准备 别想那么多了 母 对不起 我要让你这么藏心 傻孩子 我是你妈妈 房子卖了 等你和家伟条件好了 我们再去把那大房子 妈相信能不能会好的 到 都能过去的 有妈妈 天主任 上回李子轩和华茂 把这项目谈奔的事 你准备就这么算了呀 她不是已经将功补过 通过她父亲的关系 把设备搞到手了吗 既然她知道错了 我们都既往不咎吧 哎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回算是她运气好 关系硬 没给咱所里造成什么大损失 不过主任 我觉得你也应该适当的惩罚她一下 让她记记牢 否则 万一哪天再出什么大娄子 我们设备部总不能成天为着她提醒吊胆的吧 小金姐 你好像对我很满意啊 哪吓呢 连所长都说了 这次多亏你 力往狂澜 帮咱们所里解了燃眉之急 你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我还要向你好好讨教讨教呢 我跟你说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简直是太虚头霸脑了 我们设备部是一个团队 什么是团队 相互配合 相互尊重 项目谈成功 我们每个人都有功劳 如果失败了 每个人都有责任 不是谁将谁讨教的问题 也不是谁要承担全部责任的问题 我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两个能够相互辅佐 你把方向 你具体实施 只有这样 我们设备部才能向真正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啊 所长 好 我马上过来 我儿子明天要出院 我估计我还得请假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 把我们设备部撑起来 我看好你们 这是你一两年的工作 这是你一两年的工作 所长 谢谢啊 我一定好好干 我一定对得起你们 对了 那个协议我写好了 我一定履行承诺 保证五年之内不跳槽 五年太长了 对你也不公平 这样吧 我们还是走个程序 你就写一个三年之内不跳槽 然后提前预支的这个薪水呢 以后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 好 秦娘 我 我看你真是不容易啊 你看为了我们孙子容若 怎么能这么说呢 容若也是我孙子 是是是 您说得没错 等您把房子卖了 把容若的病治好了 是吧 我想 你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住怎么样 我可以把县城那一套房子卖掉 那也能卖几万块钱呢 是吧 然后到我们老家农村 我们可以盖一个大大的院子 我们那地多 房子也不值钱 你们这物价太高了 即便以后啊 你跟小两口租一套房子住 也不宽敞 真不如住到我那去 我们那儿景色美 空气好 你可以继续写你的小说啊 我跟家伟妈妈 我们可以养养鸡鸭 种点菜 让我们吃的全是绿色 无污染的 对您和容若身体都好 家伟爸爸 您的这份心意活力 一方水土两一方人 我在这儿 也生活大半辈子 我住惯了 让我换个地方 我还真住得惯了 再说 他们小两口工作也不错 我总不能让他们把工作辞了吧 我回来吧 丈母呀 来来来 快坐 你丈母让他要卖房子 卖房子 这怎么行呢 我把钱带回来 这是我跟索李 提前预制两年的公司 我跟索李签了协议 保证三年之内不调错 有家伟啊 家伟 好样的 子萱 你帮了田家伟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他那个人啊 特别有原则线 他要是知道我帮了他 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就算是他接受了 他每天看见我 他得多不自然啊 再说呢 我现在呢 也不想让他知道 等到哪几天 他知道了我暗中 帮了他这么多 那时候的感谢 那可是双倍 你啊 该不会是真喜欢上他了吧 喜欢呢 谈不上 最多呢 就是有好感 他这个人啊 有担当 有责任的 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我可告诉你啊 人家是有家事的人 你别弄着我这样 你傻吧 你这喜欢啊 他有好感 那差距可是大了 你知道我在做吗 放心吧 谢谢你 谢谢我 谢我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 为我跟红楼做了这么多 还谢谢你 愿意再回到我身边 其实啊 我已经不习惯没有你们的日子了 嘉伟 你知道当年 为什么不顾大家的反对 就执意要嫁给你 不是我傻就是你傻 不是 是因为我看到你这个人 特别乐观 特别豁达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挫折 你都是笑呵呵地去面对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就没有过不去的看 还有 你会做饭 不做家务 碰到我妈的时候啊 就特别开心 我知道你孝顺 我知道 你跟其他的独生子不一样 瞧你说的 我有这么优秀吗 听听 你 你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一切 有你在我身边 我快乐极了 自从有了龙龙 我的生活 幸福极了 为你们做出这么多事情 都是我自愿的 我真的愿意 我不太愿意 而且我还很享受 真的 找你 我李婉婷这一辈子 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 谢谢你 你能够嫁给我 是我田家伟这辈子的福气 我李婉婷 我李婉婷这一辈子 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了 我李婉婷我李婉婷这一辈子 我李婉婷 你能够嫁给我 是我田家伟这辈子的福气 嗯 嗯 嗯 我有点事儿 咱们再联系啊 好 你下去吧 好像有点面熟啊 快请坐吧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来过您的公司 我是韩佳佳的朋友 其实呢 我特别不想 这么冒昧地来打扰您 更不想夹在 你们两个人中间 只是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佳佳呢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从小就没有了父母 她是跟着奶奶一起长大的 所以她从小就一直很用功 很勤工俭学 她希望能够奶奶 带来一点幸福的生活 可是没多久 奶奶她就去世了 您就是在她绝望的时候 出现的那个人 她甚至跟我说过 她不求别的 哪怕一辈子都在在你身边 只要能给你做一个助理就好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想到 佳佳她现在都 她是不是生病了 要是生病我就不来找您了 我是真的不希望失去这个好朋友 如果您还有一点同情心 还有一点温情的话 就麻烦您去医院看一看看 她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打染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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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s 姜大夫 张ốc 江大夫 你来啦 绎嫂 哦 你不说我还没看出来 今天没买花棠都是开啊 落你的爸妈在吗 他们呢还没回来 太太在阳台上晒太阳呢 你先拿去洗一洗 等一下我下厨 你 你要不要尝一尝我的手艺啊 那我先去阳台 好嘞 亲号 妈 你来了 这两天身体好吗 好 你看看 这些花都是你买的 多好看 你喜欢 我下次再买 好 你今天这么过来 洛妮知道吗 我发信息给她了 她呀 从小因为她父亲 太宠她了 所以把她弄得脾气很大 你对她 多包容一些 我找机会也会好好说说她的 没有 洛妮挺好的 有一点 小姐脾气也很正常 现在的独生女儿都这样 过两年 等她长大就好了 你要能这么理解 这么想 那就太好了 洛总 今天见到您 我很意外 听你朋友说你那些事 我觉得更加意外 对不起 是我让您担心了 那天在电话里 我之所以那样跟你说 撇清你我的关系 是为了让你生活得更好 而不是现在你这个样子 洛总 您知道吗 其实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最想得到的 就是您的生日祝福 可是您误会了我 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以为您再也不会理我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 所以我就想 与其这样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没那么重要 不 您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您不光教会我如何做事情 您的信任与依赖 更是我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是您 让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你本来就有价值 你是难得的人才 佳佳 你还年轻 想问题 不要这样悲观 未来的路还很长 应该积极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面对未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可能 是我之前的经历导致 你遇到什么事情 总爱往坏处想 生命是父母给的 上天的恩赐 怎么能因为一点小事情 就想不开呢 你看看 看看 你又来了 不要这样 张浩啊 张浩 厨房油烟大 你还是 还是让刘嫂来弄吧 妈 你就让我做顿饭吧 难得你下厨 这样 我打电话给你爸爸 等他回来也尝尝你的手艺 好啊 但是爸如果忙的话 就别勉强啊 不会 我去打电话 好 如果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去王总那里干吧 他正好缺个助手 莫总 您怎么会想帮我呢 我觉得 你的工作能力很强 你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 虽然 我们有过一些误会 但他不能改变我对你的欣赏 我希望看到的是职场的人 干联的你 那你算是答应了 嗯 好 对不起 我接一下电话 好 喂 好的 就这样 洛总 不然您看这样 您减套减餐吧 边吃边聊 就当是对我找到新工作的祝贺 不了 我女婿今天下厨 我得回去品尝她的手艺 这样啊 回头我给王总打个电话 你就去上班吧 等你做出成绩 再请我也不迟 好 真难闻 我就说哪来的胡闻 原来是姐夫下厨呀 姐夫 你不会做菜呀 我第一次哪里会啊 那我叫刘嫂进来帮你 别 让我再试一次吧 哎 你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啊 好 我不说 姐夫 我有心事啊 怎么了 收到男孩子的情书了 如果是为这事 我就不发愁了 嗯 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姨夫 竟然和那个来过家里的 那叔姐姐 在一起喝咖啡 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 他们会不会再谈公事啊 那你说我该不该告诉姨妈呢 哎 千万别啊 万一这姨妈 胡思乱想呢 这岂不是冤枉了你姨父吗 嗯 是 就算撒谎啊 哼 这不叫撒谎 这叫隐瞒 善意的隐瞒 哎 你不要心里有负担啊 嗯 我听你的 你继续失猜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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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一 饿了吧 还行吧 爸 别等落泥吧 我们先吃 再打电话问问看吧 你说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这个孩子 你好 好 好 关机了 那还是别等了吧 吃啊 就是 不等他了 说不定他手机是没电了 又不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肯定是这样 这孩子也真是的 你说都这么大了 玩心还这么重 哎 可惜了姐夫专门学的菜 嗯 对了 今天下午你做饭的时候 我给了你打电话 他让我问你 他说 他要的那个东西 你给带来了没有 他让你 带什么东西啊 我们能不能帮上忙啊 嗯 爸妈 这两天我和洛妮 有点小摩擦 但我保证 我一个星期以内 会把他接回家的 好 吃饭吧 来 来 好 嗯 这天日干 妈妈怎么猜不到 听得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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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外面怎么了 别起来 来 你坐好 外面 外面是不是安琪啊 安琪死了吗 他们怎么都在哭啊 没事的 妈妈 姐姐 喂 咱们一起玩 姐姐 为什么你下午不回来吃饭 大人做事啊 总有大人的道理啊 可是姐夫做了整整一桌菜 还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松鼠鱼呢 不说你姐夫了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样子 姐姐 我和你说一件事啊 我今天下午看到姨父和那个秘书姐姐在一起喝咖啡 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 可姐夫说他们要为了工作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嗯 虽然我不想看到你和姨父吵架 可是我更害怕姨妈受伤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会处理的 这个江浩太过分了 男人都是以秋之河 哎 妈妈 妈妈 妈妈帮你弄衣服啊 妈你是不是死了呀 你乖乖啊 爸爸 嗯 哎 爸爸来了 爸爸 爸爸 爸 我想去和安琪玩 龙龙 你的病很快就会好呢 等你病好了 咱们跟去叫小朋友玩好不好 大龙兄的病 如果我死了怎么办 龙龙 爸爸还是跟你讲同胞故事吧 来 来 接着讲 严蜀的故事 严蜀爸爸带着小严蜀 出发了 江浩 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爸挺不容易的 你们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 再说了 他们一无一笔真的就有什么 何必这么敏感 闹得鸡飞狗跳呢 我敏感 就像李婉婷那事是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DNA报告的 江浩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做顿饭 哄哄我这事就算了 没有真相 我绝不回去了 还有 以后我们洛家的事你少管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爸 安琪是不是真的死了 龙龙 安琪呢 没有死 她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爸爸妈妈 还有爷爷 奶奶 还有外婆 也会去那个地方去的 只不过呢 要去以前呢 会陪着龙龙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会天天让龙龙快快乱乱的 爸爸给你说这个活汤好不好 嗯 爸爸好久没有为宝贝儿子喝汤喽 他喝不好喝 好喝 龙龙 龙龙 你看妈妈 妈妈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娇气鬼 打雷也哭 下雨也哭 高兴也哭 吃饭也哭 咱们是男子汉 咱们要坚强 不能学妈妈 龙龙长大要保护妈妈 真乖 龙龙 这包 快喝汤 让我来 爸 出来一下呗 有点事想呗 什么事 哟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妈妈的面说呀 是啊 这是我们爷儿俩的小蜜 你哟 我去一下啊 什么事 神神秘秘的 你今天是不是跟韩佳佳见面了 干吗问这个 你就说有没有 你看看 还有一点像跟爸爸说话的样子 这什么口气 质问我呀 先回答我 有也好 没有也好 爸爸做事 温馨无愧 好 你温馨无愧 你温馨 你温馨 我温馨很快 你温馨 你温馨 前两天将好回来 为了讨你的欢心 做了好几样你爱吃的菜 可你呢 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躲到人家走了才回来 妈 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啊 你的小日子过成这样 妈妈能不操心吗 给我点时间和空间 让我自己处理 我都是成年人了 可你在妈妈的眼里 永远都还是孩子 告诉我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 妈 你就是给我施加压力 你怎么就不能 让我自己处理呢 都这么久了 我还让你们两个 这么僵下去啊 对了 那天你的电话里问江浩 你问他 问他要什么 他说他要什么 妈给你成吗 给不了 还有我给不了呢 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 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不了解他的过去 不了解他的性格 我都不知道他整天 在想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就是 真的 我觉得婚姻跟爱情 根本就是两回事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爱情啊 更多的是激情 而婚姻呢 是责任 温情 相互的体贴 和包容 俩人在一起搭班 过日子 更多的是亲戚 懂我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好比你去游乐场玩 坐云霄飞车 那就像是谈恋爱的时候 很刺激 可一到了结婚 真正过日子吧 就是摩天轮 和旋转木马 很平稳 很平淡 你记得那天 你和江浩回来 我想让你学着做饭 你不肯 谁不知道 夏厨会有油烟 干活人会很累啊 那你想想 你们两个都结婚半年了 这半年天天 在外面上馆子 这半年是可以啊 那后半辈子呢 妈妈想跟你说的就是 那真正的婚姻生活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柴米油盐 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 罗列在一起啊 可是我们就不是 因为这些事啊 我跟你讲 洛妮 角色变化了 要求也会有改变 你谈恋爱的时候 是可以天天 去上西餐馆 可你现在是个 家庭主妇了 你得把家里 弄得井井有条的 这江浩回来 看着就开心 你不能整天想着玩 懂吗 得嫌慰一些 再说了 这江浩这么宠你 你也该为他改变一下 你自己 妈 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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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老腰 那坐坐 爸 慢点啊 哎哟 我说妈呀 你这腰都是老毛病了 以后这些活你别干了 你多休息休息去 没事 疼了一辈子了 再说说家里活我要不干 那就是你的事 妈这不是为了让你轻松点吗 妈 这晚听休息的时候 这些家务活都让她干 你呢 辛苦了一辈子 不该先休息啊 你说话她能听管用吗 妈 瞧你这话说的 我是一大男人 大丈夫 我一言计出六马分尸的 你 你吹一碗啊 哎呀 妈 嗯 你不喜欢儿子的性格吗 嗯 生性乐观 这都是我妈你教育的好吗 你就给我带膏啊 行 我来干吧 哎你说咱家这龙龙啊 就是什么什么病房来的 武俊病房 对 从那一出来以后 你看这心情就不好 也不高兴啊 这还真是 自从隔壁病房 那小姑娘走了之后 她就心情不好 妈 我们呢就得多关爱她 多关心她 跟小孩似的逗她玩 不是 我是她亲奶奶 我当然爱她 当然关心她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您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别生气 婷婷 你妈最近这个腰键盘啊 老毛病犯了 她心情不好 老毛病犯了 对 妈 那我给你找个大夫 你就在家休息吧 哎呀 我这个大伴就这么熬过来的 我这病啊 她也不累 哎 休息她就没事 反正你跟爸没事呢 就在家多歇着 医院也别跑了 就让我跟家伟一起 我们来照顾龙龙 家里的活都让我来干 哦 哎 家伟也这么说的 看来我儿子说话是算数啊 妈 来来来 您慢点啊 哎呀 这个是什么 看看你 哦 地虎 嗯 这个 我知道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了 这个是 我是大黄峰 请问龙梦见面 什么 哎呀 大王峰来了 哦 哎呀 妈妈 妈妈给你买的 喜欢吗 老闹最喜欢的 对 你看 里面还有两个玩具呢 嗯 哎 这样过什么呢 哎 哎 刚才单位找她 她去单位了 很好 刘老 除了这个礼物 呢 妈妈还特别给你 准备了一份 哇 漂亮吗 哎呀 除了漂亮 还特别好吃 哇 外婆都眼馋了啊 我要跟龙龙抢 抢咯 来 龙龙赶快来吃啊 那这个胡萝卜是小房子 你这边吃的番茄酱啊 嗯 那你一口啊 来啊 好吃吗 好吃 哎 老婆啊 嗯 快照顾亲家伙吃饭了 哎呀 对 来来 亲家伙 我呢 我这烧了一看 我的红烧肉 看 香不香 来 我给你挑点那个瘦点 那你不用 哎 我自己来 哎呀 都一家人 你看这 妈 我婆腰不好 回去找点高药 我给她贴上 啊 是 是 你看我这腰 那你自己来啊 哎呀 我这腰啊 是老毛病了 哎呦 还疼啊 乖乖 乖乖 找个时间 你带你婆婆去那按摩院 去按摩一下不就好了 行行 哎 妈 坐好啊 奶奶看龙龙吃饭啊 嗯 嗯 您好 这次你的快递 请轻收 谢谢 来 吴修 是 配奖 的 例子 不 一 不 的 我 洛妮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告诉你实情 我曾去大学同学 陆陆工作的研究所 捐精子 谁又没有想到 田家伟患有不孕症 比一婉婷和陆陆 决定瞒着田家伟 从精子库中 调包一瓶健康的精英 而我 因为之根之底 成了陆陆的选择 直到前不久 田大龙白血病急需骨髓 陆陆被迫说出真相 我才知道这一切 洛妮 事情已经发生了 孩子是无辜的 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我也很难接受 又怕你知道以后 胡思乱想 你离开的这段日子 我想了很多 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你 随心服上当年的 捐精同意书 已正亲来 还有非我希腊的机票 那一直是你想去的地方 我在机场等你 不见不散 晚安 晚安 我决定回家了 回家 我跟姜浩和好了 过两天我们一起来看您 这次回去 可定好好过日子了 再不可以任性 听见了 知道了 姜医生 姜医生 你是 您救过我的命 我当时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被朋友送进医院 是您给我洗的胃 而且还建议我看心理医生 您不记得了吗 对 是你的 气色不错 差点没认出来 精神科看得怎么样 有用 我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 多亏了您 给了个惊喜 姜医生 您中午有没有时间 我想请您吃顿饭 谢谢您 不用 就此服伤是我的职责 对您来说也许只是一份工作 但对我而言那可是一条命了 更是让我开始重新生活的机会 想想看 那个时候居然因为一点感情的小事 就想不开了 谁都年轻过 失恋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没有勇气重新站起来 好在 我看你有 我不会再放弃自己的生命 就像 我不会放弃自己生命中的爱一样 我 我 你在干嘛 姓韩的 要不要来你招老公干嘛 你撒什么坡啊 跟人家道歉 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 狐狸精 快向人家道歉 我别过 我没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抓什么抓 你抓什么抓 你向人家道歉 你跟着道歉 你跟着道歉 你为什么不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知道怎么回事 你叫我道歉 你 想打我是吧 你打 你打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警察 看什么看 你叫我小脸不吵架 别看了 你 别看了 你 你 小明星 你怎么要发生什么事了 子萱 你让我安静一点吧 先别哭了 把话给我说清楚再哭 我今天 去了一趟颜民医院 只好遇到了江主任 就跟他打了招呼 谁知道被洛妮看到了 洛妮 江主任是洛妮的老公 也就是洛妮的女婿 真是冤家洛妮啊 他欺负你了 真是的 你还没跟他爸怎么着呢 他三天懒头来欺负你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去找洛妮说理去 子萱 别去了 洛妮也管不了他的宝贝女儿 跟洛妮这种人讲道理 根本就是白搭了 洛妮 你还没跟他爸怎么着呢 就算是你跟他爸好了 那也是应该他妈先生气 也轮不到他呀 好啦 别哭了 啊 进来 咯 子萱 主任 来 请进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大楼 你是 妈 这是我单位的新同事 李子萱 阿姨 你好 我是李子萱 阿姨 你好 我是李子萱 紫萱啊 你看 阿姨给你买了鸡木 真是的 让你破费了啊 没关系的 谢谢阿姨 客气 还有这个 主任 我呢还做了点红烧肉 烩马屎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烩马屎啊 你这姑娘太懂事了 我跟你说 我自从来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都没吃上马屎 我真是 我得也好好尝尝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我经常听人家说 北方人喜欢吃面食 那我就做了点 阿姨 你尝一尝吧 好 闻着就香了 我香了 我吃了 我看你香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南方人可奇怪了 跟我们在这儿不一样 不管吵什么 妈就放他 你还不放他 他那炸不良 哎呦 我闹啊 真是的 我跟你说 妈 妈 吃你的吧 来 萱萱 阿姨 我来吧 你也喜欢吃啊 你趁热再吃一碗 好 我来喂萱萱 好嘞 来 来 小心啊 萱萱 好吃不好吃啊 萱萱 香 来 来 嘉伟 阿姨来了 怎么都吃上了 我还做了一些菜呢 我跟你说啊 冯田 你来晚了 子萱呢 给咱妈带了她爱吃的 这个红烧肉炖麻食 你看她跟隆隆都已经吃上了 那我做了炖排骨 还有鸡翅呢 不 不 你看你这人吧 这怎么还能吃鸡翅 谁敢吃 卡住怎么办呢 妈 你放心 我把那鸡翅的骨头都挑掉了 那你们也尝尝吧 天天吃这碗谁吃 我都吃烦了 都想吐了 你这是多长时间 没吃过这麻食 你得尝尝这个 要不 那妈 你叫我做面食 下次我做给您吃 我就是怕你学不会 嫂子 要不我尝尝你的手艺吧 那好 你尝尝 快吃 快吃 你看 怎么样 还真有点甜 你看你看 我也吃不大习惯 我可能跟您一样 没关系 给我吧 试试 不过挺好吃的 嫂子 阿鲜 你要去哪 我送您一程吧 不用了 谢谢 我们还有点需要 让我们的医院 哦 好 子萱 谢谢了 别那么客气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早了再见 主任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姜伟 我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现在龙龙快要出院了 以她的身体状况 要找一个专业的人照顾她 我在想 是不是由我照顾会比较好 我想用不着吧 三个老人 还照顾不了一个孩子 不行的 龙龙现在休学一年待在家里 我在想我学医 对龙龙来说是最适合的 我想要辞职 专心留在家里照顾龙龙 辞职 现在医院的工作多好啊 足利待遇什么都好 你说你为了龙龙辞职 我也不同意 我估计 你妈还有我爸我妈 也不会同意的 姜伟 经历了这些事 龙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等龙龙康复些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的 等会儿 你就是想离开人民医院是吗 是为了姜昊吗 姜伟健你这么问 我跟你说实话 姜昊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自己在场 最近发生这么多事 对谁都不公平 我们要是 常在医院见到 也挺尴尬的 不是你 你这样说啊 我心里头真的反而不舒服了 假如说你跟姜昊 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这样有意回避她 我觉得反而不正常 如果说你心里头坦坦荡荡的 为了她而辞职 你觉得值吗 家伟 我就是怕你不高兴 我也不想再有更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我想辞职 我 你要我在下箭 洛米姐 你是不是喝醉了 是不是朋友 是朋友就陪我继续说 莫言 好了好了 你看你喝成这样 一会儿怎么开车 给你老公打电话 拿过来接你 不许别的打 你们吵架了 我不告诉你 好好好 不说就不说 郭总这样肯定没法开车 走 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 快 起来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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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嗯 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坐下说 是这样的 我想要辞掉医院的工作 在家里照顾龙龙 可是我跟家伟讲 她不同意 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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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小声